说到宜兰观光 大家印象大多是吉米 泡汤 龟山岛 其实宜兰市还有一个 百年历史建筑画龙一村 经过县府修复活化后 摇身一变成为亲子 一文基地 专业讲师亲切解说 带领民众制作捏面园 另一边则是素描写生教学 还有还有彩绘自己专属的 风筝和专属镜子 我自己做了一面镜 然后是自己画的 或是体验号称 古代复印机的书法莫托技术 最后再来感受一下 宜兰县知名书法家张太白 潇洒又奔放的狂草 我在宜兰教学书法已经有将近三十几年了 在宜兰社大也有将近差不多有二十一年的时间 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想把书法这种艺术 能够在宜兰这个区域里面把它延续下去 让更多人甚至年轻的一代都能够认识它 能够操作它 文化局它有心要推动这个文化 把这个文化艺术落实 然后把宜兰的文化气息带动起来 所以这一次的画龙一村是第一届 那文化局这边也有规划 大概每年都会来几半 今天是2022的南洋艺术季 可以说南洋一起来 所以希望可以给我们艺术文化 带动到地方的观光 文化 艺术 可以说这旧城里面有很多的文化 故事 旧时的郑村风情与现代的艺文与街头艺术融合 让画龙一村成为充满历史文化与故事的 亲子艺文基地 海华XO干杯架 这一罐很厉害 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杯架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